由古德昭指導 陳奕迅、李榮浩主演的電影《臥頂巨星》 這間舉行首映禮 陳奕迅之前自爆在拍攝過程中 因為導演對李榮浩太好而吃醋到哭啊 不怕不怕 導演這天親親你補償了 對啊 我就是小朋友啊 就是小朋友啊 注意力啊 對啊 要注意力啊 對啊 是的 沒有很不開心 只是覺得很 為什麼榮浩做什麼都很好笑 然後我怎麼做都不好笑 然後因為我比較最重視就是導演覺得好不好笑 然後他覺得好笑就好笑 因為我沒有準 自己看自己很奇怪 所以但結果我是沒辦法 還是忍不住我跟他表白了 表白之後就沒事了 就舒服了 陳奕迅已經多年沒演喜劇 這次出演也全是因為好朋友古德昭 我知道他開完演唱會之後 有一段時間是可以拍不定 但是最重要我覺得 他拍就是做完演唱會幾年了 他好像有點不太開心 有點落寞 有點落寞 我說不如就來一部喜劇吧 讓很多人跟你一起玩 好好的玩兩個月 就拍一部喜劇讓觀眾開心 也讓你自己開心 所以他就考慮 我再煩他煩他煩他 然後他就答應了 謝謝導演 謝謝謝謝 真的很開心 拍完之後真的人比較開朗一些 不過開拍後才發現 原來這部單單是喜劇 是動作喜劇 打得陳奕迅不要不要的 剛開始的時候當然沒有後悔 但是剛開始拍攝開機 是連續十幾天都是打的戲 然後打到第三四天就覺得 為什麼這部原來是動作片嗎 因為然後我在問導演 他說還有還有大概十天 我說蛤 那 看劇本只是兩頁 為什麼 我說剪出來才兩分鐘 打兩個禮拜差不多了 原來對 派動作片真的是花很多時間 劇本上面也沒有寫 我的對手是一個海軍陸戰隊 真的是海軍陸戰隊 所以是很費他體力的 另外近日曾志偉傳出性侵疑 好友陳百祥又有沒有去關心一下 這個我不關心 我只關心我們的喜劇 觀眾喜不喜歡 我沒有見過他 我相信他不是這種人吧 他開玩笑還可以 怎麼應徵的事情 我相信他幹不了 希望早日真相大白吧 香港報導